最近有人在质疑中沙关系 沙特当即甩出百亿大弹 机遇就在中国 大家好,我是萧英华 说到沙特,大家都会想到 前段时间中国斡旋沙特伊朗握手言和 不失为一状闽谈 这件事的背后是中国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迅速提升 美国当然是最着急的一个 国务卿布林肯前段时间访问沙特时 就对中沙关系下了黑手 却遭到了沙特方面的当面拒绝 最近更是用实际行动提醒华盛顿 中国机遇美国无法替代 据媒体报道 中央合作论坛第十届企业家大会 日前在沙特首都列得举行 参会人员多达3500人 来自26个国家 规模可谓空前 沙特投资部随后发表一份声明表示 大会第一天签约就打到了上百亿美元的合作 大部分是中国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协议 沙特能源大臣萨拉麦在会上做了发言 其中有一段话值得关注 他说中国的石油需求仍在增长 沙特希望把握中国机遇而不是竞争 中国是能源需求国 工业产品出口国 沙特恰恰是能源出口国 工业产品进口国 本来就没有竞争关系 沙特能源大臣为什么突然强调 沙特不愿意和中国竞争呢 原来这话是说给美国听的 前两天布林肯对沙特进行了访问 对沙特与中国的关系提出了质疑 美国纽约时报认为 这是拜登政府试图挽留沙特的奴隶 但是沙特方面态度非常坚决 表示绝不会选边站队 而是致力于维护与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美国为什么费尽心思挽留沙特呢 因为沙特有石油 美国的霸权本质上就是美元霸权 美元霸权的基石就是石油美元 而石油美元的仪仗 就是美沙之间的美元协议 而现在沙特有了二心了 最终动摇的是美国剥削整个世界的能力 也就是美元的地位 沙特为什么又拒绝了美国的挽留呢 因为现在的美国已经完全失去了信任 于是美国占有欲极强 花生队一致把沙特是为自己的禁卵 沙特跟谁交好跟谁交恶 美国要管 沙特是有减产还是增产 美国还要管 沙特王室权力交接 美国更要管 因为谋杀卡苏基事件 美国民主党政府很敌视王储沙拉曼 曾试图迫使沙特老国王更换王储人选 总统拜登也曾对王储本人出言不顺 对王储来说 这就是能隆人吗 二是美国始乱中期 在华盛顿的眼里 沙特就是一个妥妥的工具人 需要的时候就是最重要的伙伴 不需要的时候就扔在一边 沙特领导的海湾联军 在也没内战前线吃紧 美国反而落井下石 沉急向沙特提出条件 甚至还利用沙特的邀请 来暗杀伊朗将领苏莱曼尼 献沙特与不易 这让美国失去了沙特的信任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沙特任位跟着美国 看不到希望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两大基本诉求 安全可持续发展 这两点美国都给不了 也没内战 胡塞武装导弹无人机满天飞 甚至炸了沙特的连油厂 美国爱莫能助 只想卖军火 沙特也就没了安全感 2030远景 是沙特摆脱依赖石油的 单一经济模式的愿景 跟美国一对比 中国就是一个妥妥的暖男 中国与他国发展贸易关系 从不附加政治条件 中国一向说到做到 外交信用度很高 中国能劝和伊朗和沙特 让沙特得到安全 更重要的是 中国搞极简 搞贸易 是一把好手 少有理性的国家都能想明白 谁才是最佳合作对象呢 美国再次拉拢沙特 是罪翁之意不再久 瞄准的是中国 沙特拒绝美国的拉拢 是历史潮流 不可阻挡 为何沙特不回头呢 这都是美国完全丧失诚信的缘故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咱们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